做点好事有点功德,但被这个吃掉了。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在正心地观经中说,我们的心就是夜叉。 为什么说心是夜叉? 它能把你一切的功德都吃尽了。 本来我们在生活当中或信念当中还有一个善的影子,还要做一些好事,还要利益人家,有时候忘我的景深还有,有时间注重别人的利益不多,考虑自己,虽然是短暂的,但还是有的。 特别是我们佛教徒,不论好坏它有时候一念间想起佛的教导,真性还不会完全消灭的。 做点好事有点功德,但由这个心的恶念就把它吃掉了,就像夜叉一样。 狮子,狮,狮,狮,蛮,蜘蛮,就是我们申、口,义的三读。 申三就是杀,盗,淫,特别是盗业很容易犯的,爱占小便宜的人很容易犯盗戒,总想占便宜。 欺骗违背自己的心 占别人便宜 有道心必有道士 这个戒很难持 受了三规五戒 道戒都受了吧 我不偷人家东西就好了吧 不是那么简单 没有给人打招呼动用人家的东西 都犯道戒的 杀业有几种 杀因 杀源 杀法 我没有杀心 造了杀业 这个罪过很轻 譬如我们走路 或者蚊虫 蚂蚁这些小动物 不知不觉的把他伤害了 死了 这是杀业 但没有杀心 也没有想种种方法去杀害他 如果你打老鼠 用夹子 或射药物毒死老鼠 这叫杀法 杀业具足了 但这是杀畜生 杀畜生在比丘界 或三规五界里头 还算轻 主要是指杀人 菩萨界也是一样的 因此 杀业是有分别的 这是深业 口业呢 忘语 两舌 恶口 其语 最容易犯的是其语 随便的聊两天 百个闲话 一天当中这个时间占据不少 对生死没有什么意思 往往因为这么闲谈 谈出了很多是非 也造了种种的业 忘语就是欺骗说谎话 我看这个业也很不容易守得住 小孩跟父母不说真话 用种种手段说假话 这都叫忘语 也就是言不由衷 违背良心 你自己明知道这不是真实的 反而欺骗他 这种也容易犯 挑拨是非就是两舌 都是有益的 这叫身口欺之 觉悟高一点的人 倒很好一点的人 特别注意的人 还可以防范 犯得少 但是一夜贪 称 吃饭的多了 贪包括很多 贪财 贪色 贪物质 反正贪心是无厌足的 这个大家都明白 不用深讲 称恨心不一定是想报复 对于你的家庭眷属 以烦恼为主的 对他发脾气乃至生气 这都叫称恨心 这是很容易犯 很难克制的 痴心就不用说了 人人俱足 没有智慧 这个痴就是根本无名 因为不明 所以就去造罪 因为造罪 所以就受报了 因为不明白 做的事情就落到恶音了 无心造的业也是无名 痴就含着善 恶 这是说根本的烦恼 吃狠不好断的 要想把它断干净 只有成佛 你在险道之中 就是在六道轮回中 永远出不去的 原因是什么呢 有这么多读 走到险道 就走到六道了 就像我们现在周围客观的现实环境 我们想清静 得到了吗 很难 奉参老和尚 地藏菩萨本愿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